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4日 10月4日是儿童节 我想到儿童节我就会想到 我们家我两个小孩都已经30多岁了 所以已经不是儿童了 应该他们在结婚生子的话 应该他们应该是照顾儿童了 实际上我这个火箭上的推进器 一个燃料桶应该已经工程生退了 但是我想到说 常常会想到看到别的孩子 我就有点心有戚戚烟 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个东西呢 因为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我们必须要后生可畏来者难乌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培养他们 他们是一个苗子 最近我看了好久才把这本书看完 因为这本书有很多杂事 这本书叫做美的觉醒 是蒋勋写的 他写的这个书里面 这个副标题是蒋勋和你谈言耳鼻舌声 这个觉醒 那这书不是一个需要很快把它看完的东西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承载的知识量 几乎没有 因为它讲的东西都是一些 就是要你wake up 让你沉睡到的那个这个视觉听觉 嗅觉味觉 还有这个意 还有这个意 就是思考 这方面的觉醒嘛 就是所有的五 就是感官嘛 五种感官嘛 这个 眼耳鼻舌声 声就是触觉 就是让你这样做 实际上我的耕毒堂 飞行船 无中神冒险学校 还有围电影工作室 还有设计工作室 全部都是这样 要你劳其筋骨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行佛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去 增硬其所不能 都是这些内容 也就是要你跟着我一起做 让我这老头带着你做 让你知道 开一扇窗 开一个门 让你看到进入唐澳 然后看到窗子外面 还有别的世界 如果你是 在一个牢笼里面的话 你就没办法解放自己 那把自己自求的 只有你自己 实际上很多的书 都是在讲要解放 实际上这也是在你觉醒 wake up 英文叫wake up 就醒来 那我看了以后 我就觉得说很有意思 它里面讲到那些 味觉了 嗅觉了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 我在讲了很多 很惊讶 因为大概 英雄所见猎童吧 就是像比如说 我也讲到嗅觉里面 我也讲到香水 我好像也不止一集讲到香水 香水的分子 是化学 是什么样子 还有一讲到那个电影 刘世金 德国 德国作家刘世金 写的那个 有一个奇人 在法国有一个奇人 在鱼市场 这个 出生长大的一个人 张钥匙的人 可他嗅觉特别好 入鲍鱼之士 居然他嗅觉特别好 结果他后来调制这个香水 他闻到一个味道之后就记得很清楚 跟狗一样 那后来他成了名 他成了名之后 他调制香水之后 他后来他发现到女人的香味 要从他身上 从他开始从毛发 后来从最后他把那个女人给杀害之后 用他的身体的体香 然后融入到那个化学的那个药剂里面 然后变成香水 最后他以那个杀人罪被捕 整个的故事其实 这个小说我有 但是我小说始终没看 也不想看 但是我看那个电影 电影拍得很好 电影早就看了 大概不知道十年还是多久以前 十几年前看过 那个电影的色调画面等等等 都可以算都可以说堪称经典 但是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些的过程 比如说最后人家把他上断头 他要砍他头的时候 他把香水一打开之后 全城的人都疯狂了 闻到那个香味都疯狂了 那其实那个部分有点像 中国古代的一个预言故事 叫做狂泉 狂泉就是那个城里面有一口井 那个井里面的水喝了以后都会发狂 全城的人都发狂了 可是这个新来的这个人呢 他想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他发现到 那边原来他们都喝了狂泉的水发狂 因此他不喝那个泉的水 他就没有发狂 所以众人皆罪我独醒 结果他发现到 这个好像格格不入 全部都发狂了 你没有发狂 就是整个的这个审美的水准 这个道德各方面的水准 通通降到很低 那你现在变成厚离其群了 左耳不群 实际上古人讲狂泉的那故事是一个预言 那那个香水那个电影 其实也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预言故事 刘世金写 刘世金这个名字 好像是一个中国人名字 他的那个德文名字的翻译 那个读音就是刘世金 所以翻得很有意思 那讲到那这些 反正掩耳鼻舌声音 我都讲过 那他讲到一个触觉 他讲到说 中国人很保守 那对于这个接触 这个非常的 像以我来讲 在我童年的时候 我的小学是男女同班 然后到初中开始 就是男女分班的 高中更是男女分班的 一直要到大学之后 才会男女合班 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 因为人数少了嘛 变成没有什么合班不合班的问题了 就是考进去分数到了 志愿填到就会在一班上 可是因为长期的男女分开来 就变成到了大学才见面之后 男女才在同班之后 有些很不自在 看双方眼 拭目相对的时候 总是心里面都砰砰跳 觉得很不自在 好像觉得说这个 很多动作 像现在的这个国中女生 男生就是牵着手在校园里面 就散步了 高中呢 跟人家搂大都有 甚至于亲吻都 我都常常在路上都看到 穿了学校的制服 就感觉这些动作 凡子总统都是社会的风气的改变嘛 我们不能讲四风日下 人心不轨 我们只能讲说 他只要从心所欲 不欲举 没有什么值得 值得这个制止 或者是觉得 觉得折舌的 那这个作者 他曾经在 在法国 去留学 那师大美术系毕业之后 然后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他在法国去留学的时候 他说 在法国的时候 大家见面的时候 都是拥抱 拥抱 然后贴脸 不是亲嘴 是贴脸 他说他一开始的时候 人家动作很快 他不但很僵硬 而且他不知道怎么贴法 差点脸跟脸撞在一起 因为不知道从右边开始先贴 还是先贴左边 因为两个脸都要贴 各位你可以看看 欧洲人都这种 很讲究这个礼节 不管是环地中海的 或者是甚至于俄罗斯 你可以看看赫罗雪夫 他们国家元首 跟其他的国家的元首 也是用贴脸的 他不是亲嘴 同性的人很少亲嘴 也有 他们是贴着脸 左边贴一下 右边贴一下 就表示很亲热 除了拥抱之外 那他还讲到 这个中国人 中国人见面是打拱坐衣 这是打拱坐衣 保持很远的距离 打拱坐衣 那古代还有这个 这个叫插手礼 在那个长安 长安十二石城 那个里面有这个 那实际上孔子的 孔子是这样 孔子这样子 你看孔子像是这样 我在那个 这个礼节那一节 我已经讲过了 根据日本的那个 那个那个有一个教授 叫做写那个头脑体操的 那个多胡辉 一顾 一顾教授 他写了很多书 他是一个 一个一个训练 那个脑筋急转弯的 一个专家 他点子很多 多胡辉 他曾经写过文章里面 他讲说 他说 他出生在苏门达拉 在印尼的苏门达拉 在二十大战那时候出生的 那 他讲说这个 根据他的那个 他的说法说 人类最早原始的人类 他们握手 不是握 不是手握手 握手的方式很多 有的是握对方的轴 双方握对方的轴 有的是握对方的腕 那这些都是 都是有什么 都是要显示说对方 双方探对方的虚实 你握手的话 你也可以用 用钳钳钳 那个千斤顶的方式 把他手用力 夹 夹的很痛 表示你很有力量 那握手碗也是 你握到碗 你就知道 他对方的力量怎么样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印第安人常说 不是握到人家的 这个臂者 肘关节这边吗 互相握到 肘关节这边 凡此种种 但是原始人类 原始人最早以前的握手 不是握那个地方 而是 男性才会 社交嘛 是握对方的羊具 握对方的生殖器 双方握到对方的生殖器 因为生殖器 象征他的繁殖能力 所以也等于是握你的人家手腕一样 握人家手腕 人家很有力 你握人家的生殖器 人家的大小长短 形状 那就象征了 跟你握手的 跟你打招呼的 这个人的能力 能力 power energy potential 都在这里面 那 因此 我觉得 我看了以后 觉得很有趣 我曾经 有一集 我讲礼节的时候 已经讲 聊过这个东西 那同样的贴脸也是 他说他很僵硬 他说 因为他 他对 这个体温的印象 就是他妈妈 他想要吃奶 可是我们在吃奶的年龄 通常是没有记忆的 但是他很奇怪 他居然他能够记得 他说他母亲在去世之前 已经 已经那个 绳子不清的时候 他握住他母亲的手 然后 结果他发现 他就感觉到他母亲的手 微微颤动 仿佛他已经感应到 他的 他对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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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反指种种 其实都是单 单向的 因为到最后 都是条件反射 不是 不是真的受到感应 包括流眼泪 这些东西 都是冰死的人的 正常反应 他说他甚至于说 他到现在 他母亲去世很久之后 他还记得 他母亲的 英荣晚在 但他父亲的形状 各方面都 他都不太有印象 因为他父亲非常严肃 所以他没有 他甚至于 没有握过他父亲的手 也没有捏过 他父亲的身体 所以对他父亲的身体 各方面都非常陌生 因为以前的男主外 而且家里孩子多的话 父亲如果是一个严妇的话 不会让你让他碰他身体 你也没机会跟他握手 或者是跟他亲近 那我很得天独厚 我从小就是 对我父亲的手 非常的熟悉 我手很小的时候 握住他的手 在他身上磨蹭的玩 甚至于他常常带我去看电影 中山堂 因为我当时小 所以那个脚没办法 坐在椅子上 那个脚没办法落地 没有办法落地之后 这个电影 一放电影的时候 厂子一黑之后 加上冷气一吹之后 而且里面有一些影像 是有凶杀 或者是爱情那些 我都不能看 所以那种环境 很容易造就 我马上就睡着了 一睡睡着了 等到电影完了之后 我父亲 厂子灯亮之后 我父亲要带着我走的时候 我腿因为长时间脚没有落地 这个大腿后面 在椅子上压得麻了 麻痹 麻木了 麻木之后 我就没办法站 就像一个半身不随的人一样 就像那个小儿麻痹的人一样 没有办法站 没有办法站 我父亲叫我说 你赶快站起来 自己揉一揉站起来 就站不起来 脚一点力量都没有 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脚上缺少血液循环 被阻塞 所以你的脚整个就是 就没有功能了 那时间过了之后 那因为大家都要往外走嘛 人潮往外走 所以不能逗留 我又站不起来 就坐在地下 穿得干干净 坐在地下 那我 我父亲不忍 所以就把我抱起来 他有时候看电影 穿西装 有些场面 那我已经睡得差不多了嘛 那我就在他身上 扶着他肩膀 然后就在他身上睡觉 有人在睡觉之外 你流口水嘛 口水就流在他西装上 他回到家里面 再来擦 再来洗 从来不抱怨 同样的情形 因为我接续的是 我父亲这样子 对我的爱 肢体的这种 拥抱这些东西 接触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对我的孩子 不管儿子女儿 都是这样 我女儿小的时候 很容易 天气热的时候 很容易就睡觉 打瞌睡 那我常常抱他 那他常常在我身上 而且他还不会 紧紧的抱住我 你还必须抱着他很紧 否则的话 他就全身都瘫软的 一点知觉都没有的 你必须要用很大力量 把他抱住他 他也在我身上 流个口水 那这些都是一些 美好的记忆 我不知道在他的记忆里面 是怎么样 我看到这个 蒋军写这个书里面 他就有讲到说 他从小因为 这种种关系 所以他对他的父亲 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 但他对他母亲的记忆 是吃奶 实际上 我刚刚已经讲过 吃奶的那个时段 小孩在四岁以前的记忆 基本上是很模糊的 甚至于没有记忆 就是在那个 吃奶嘴的那个年代 小孩子基本上 不会有记忆 像很多故事 我跟我孩子在沟通的时候 我孩子说 完全没有印象 但是当时他还会讲话 还能讲话 那也就不是 就不是两岁三岁了 那都能够表达意见了 居然他还记不起来 就可见这个 这个这个 对他来讲 这些东西可能只在他的潜意识里面 继续存在 而不会在他的意识里面存在 那他讲到这个 那我就在想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很有感觉就是 我当孩子小的时候 我就鼓励他 我不但拥抱 而且亲嘴 亲吻他 只要有任何的机会 他表现 哪怕是很普通 我都会给他鼓励 鼓掌 吹口罩 拥抱 亲吻 让他觉得说 我很欣赏他 让他有自信 建立自信 就是这样来的 我记得最清楚就是 我女儿的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他们学校校庆的时候 跑 那个赛跑 他赛跑的时候 接力赛 400公尺接力赛 一人好像跑 跑50公尺 还是这个 100公尺 我记不太清楚 那他们为了跑快 都刺脚 然后拼得老命跑 那他跑的大概是 第三棒吧 后面还有一棒 那一开始跑的时候 他们就 他们那个前面的就是跑 苏人家 可是到他的时候 抓到棒子之后 拼命的追 还追过一个人 结果接到下面那一棒 那一棒更厉害 每一棒 那个安排棒数是 最后那一棒的人 是跑得最快的 一次 我女儿算是 算是 第二块吧 所以安排在第三棒 一共有四个人 他跑 那他跑完之后 那我就抱他 结果他的老师 他级任老师 是一个男生 很注意 老远就注意到 这个赛场的状况 直接走过来 跟我讲 吴仙 你不要抱你女儿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抱他的话 你看你的同学都在看着 那同学没有的话 他们心里会有分别心 会觉得 他为什么他家长不这样 我为什么这样子对子女 我说 事实上 孩子可能可以主动要求吧 主动要求抱抱 你看婴儿不是都是这样吗 抱抱抱抱抱吗 所以要大人抱抱 很多大人说 孩子那个婴儿幼童 不能常抱抱习惯了 还有人甚至于更迂腐的说 不能让异性抱 像我女儿 我常常抱他 以前就有跟我同辈的人讲说 你不要常抱你女儿 你抱习惯之后 他将来长大 就不得了了 实际上会吗 实际上爱是给的越多 他越有自信 我的经验是这样 而这本书 这本非常畅销书 畅销了十几多年 十多年 这本书 一直都是据说是在排行榜第一名的 畅销成这样子 那实际上我看完了以后 我觉得说 里面他发很多插图 其实他是一个解压的书了 就是里面很多 你看全页的 全页的这个照片 那如果你喜欢拍照 你喜欢写实 你喜欢画画 喜欢做艺术活动的话 这个书简单讲是 他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或者知识含量 或者是什么样 经验含量 那他穿梭全部的 那个内容 就是说 那个 所有那个 庄子的一句话 叫做 天地有 有大美而不严 穿梭的全部 就是这样子 天地有大美 而且 他还讲到 就是说 这个老子里面 老子里面讲的 这个 所谓的那个 北敏有鱼 然后后来鱼化为大棚 大棚飞在空中 六个月都不下来 那地下水里面 有一个小鱼说 他干嘛这么辛苦 在天空飞六个月 不下来 要干什么 我们不是很愉快吗 在这边 小打小闹 不是很愉快吗 那这个有很多人的说法 有一种 有些人的读书心得 是认为说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艳雀 不知这个 宏告之志 所以说 你艳雀能小鸟 不知道那些 大棚大雕的这种 跨国的 这个飞行的人的 的那个的志向 是怎么样 那 但也有的人认为说 实际上 那 这个书的作者 他认为说 这个 他们认为说 这个 这篇文章的解释 应该讲说是 天地有大美 而不严 也就是天地之间 他讲的是 那个德国的哲学家 黑格尔说的一句话 讲说 世间 没有所谓的美丑 这个 也就是没有对错 是非 这些都是由比较而产生的 如果没有比较的话 就没有所谓 美丑 那 那你说 就说 那个 那个 这些小鱼在水里面 小打小闹 过一辈子 跟这个大棚 飞到这个跨 跨越 国境 飞到这个五大洲 八大洋的 这样子飞来飞去 好像 各有各有各的这个乐趣 各有各的志向 不可抢野 也不 也不需要比较 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事实上是不需要比较 也没有错 完全 完全正确 但是 那既然北敏 有一只鱼 居然 飞身成了一只 要了龙门之后 变成一只大棚鸟 驿展的 这几十公尺 当然这都是预言了 那 至于说 这个老子 他到底是什么 那个庄子到底是什么想法 这个 这个 其实 博废推敲 因为见仁见智 但是无论如何 那个黑格尔讲的那句话 讲说 世间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丑的 那我就 我就看到这个 我就曾经讲过 我曾经讲过 这一个 我的审美观念 我说在 因为我在 从小在游泳池 在长大 在挖人村的游泳池 因为游泳池里面的 红男丽女 都是穿得很少 泳装 在那个保守时代 我已经五五年出生间 六十六岁老头了 在那个保守时代里面 我想到我们就是 母亲拿那个肺部 裁缝剩下来的肺部 因为小孩身体小 巴掌大的肺部 剪成一个三角形 两个三角形 对接车一下 然后绑一条松领带 或者绑一条那个带子 就是我们的游泳裤 三脚游泳裤 我们就穿的那个 像人员泰山一样 就去游泳了 因为游泳池里 我们家 大概直线距离 只有十公尺 非常近 所以我们的刺的脚就去游泳了 那从来没有 不会在意说 我们穿的很暴露 或者是人家看了会怎么样 因为小孩子嘛 没有什么 第一性征也没有 第二性征也没有 所以没有会引起 人家性欲的问题 可是这种习惯养成之后 后来当了选手 那身体越来越雄壮了 那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夏天的体育课 都是在游泳嘛 那我穿的游泳裤非常小 小到什么程度啊 三角形的小游泳裤 我们班上女生都不敢 你跟他讲话 他不敢抬头看你 别班的女生 也在那个地方上游泳课嘛 大家都假装不认识 互相不打招呼 本来游泳是一个 应该可以 我可以教他嘛 结果变成 因为他不好意思 看到男生穿的这么暴露 同样的男生看到你 就哎呀妈 你身上全都是肌肉 所以你敢穿这个 不是敢不敢穿 因为穿那个小的三角游泳裤 是因为减少阻力 游泳比赛需要 要能够阻力越小越好 仅此而已 但是我养成了一种美 一种美学的审美观念就是 我在游泳词看到 我说过 鳄鱼 河马 犀牛 都有他各自的美 如果他没有各自的美的话 那那个物种如果还有美丑的概念的话 那个物种早就绝灭了 每一个人都想要跟中国小姐结婚吗 中国小姐只有一个 所以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娶到美人归嘛 那这里面他也曾经讲过 因为美学是分解美的原理 有造型 有色彩 还有其他的文理等等的 Texture 这些东西都是美学的东西 如果你稍微懂美术 你大家都懂 不管是摄影或什么样 雕塑 你都要懂这些东西 那他说美学一旦把美这个东西 给他分解之后 他就不美了 而美是一个整体 那所以说美学跟美两个不能画等号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用直观的去观察美 那还有就是带着孩子 刺着脚在草地上走 在沙土地上走 在海滩上走 其实我觉得这都还不够了 我还带着孩子光着脚爬树 让你去爬树看看 因为这是我们童年的经验 那这些东西都是在什么 今天是4月4号儿童节 所以这些眼耳鼻车生意的开发 要从童年就开始 谁来带领 不是老师 不是课堂 也不是分数 而是由家长 我在之前我讲过一句叫 美育VS家教就在这里 家教的启蒙老师就是你的父母 所以各位你看 你可以看美国的西部片 那些妈妈除了会烧饭洗衣之外 她每一家都有一个 有一个钢琴或者风琴 她在家里没事就带着孩子弹风琴 唱圣歌或唱什么歌 那个是以前的所谓的这个家 这个家室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那再来看你看看那个古老的美国电影里面 那个爸爸从农地里面回来之后 或者是不管是做农桥鱼木 做劳力的 回到家之后 到了一些晚上或者是节假日之下 他拿起口琴来可以吹口琴 玩乐器 这里面他没有讲到玩乐器的事情 因为可能这作者不会玩乐器吧 或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要开发眼耳鼻舌生意 都是要DIY 都是要亲自下来做 你光是听交响 这边常常会讲说 那个贝多芬第九号无伴奏大提琴曲 还有第九号交响曲等等 这些东西其实你的唾手可得 网络上都可以拿来点出来听听看 但是你在聆听的过程里面 可能要有人帮你导灵导览 导读 所有的东西都是要这样子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靠什么呢 粮食意有 最好的粮食意有就是父母 当然父母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你就要去找粮食跟义友 有质有量 有多文 多财多义 这个多好处 就是这么简单 因此我今天是4月4号儿童节 因为我看了这本书之后 博有所感 它里面有讲的美不能比较 因此实际上它虽然没讲 但是我可以直接 我直接按赞的地方 就是说它显然不赞 既然美不能比较 所以它反对所谓的选美这回事情 它没有讲它反对 但是它意思就是它不赞成 那不赞成这个选美 我早就讲说 我完全不赞成选美 为什么 因为选美选出来的 那只是为了什么 你选出来了选美皇后 选美公主某某小姐 中国小姐 什么世界小姐 环球小姐什么的 或者不管是小姐或者是miss或者是lady 女士 这些抬头只是抬高身价 而且是商业运作 没有意义 一点意义都没有 美就既然已经讲过 你犀牛可以跟那个大象来比美吗 犀牛可以跟那个孔雀比美吗 它是不同物种 那你讲说不同物种这样不能比 那实际上那些什么世界小姐什么 我每次看到那个我都很反对 所以中国大陆也忠实笑评 那就不行了 那台湾早就废止了 那个中国小姐的这个选拔了 因为什么没有意义 我曾经在竞选这个里长的时候 我曾经画过一张这个风刺的这个海报 我说选一个民意代表 很简单 跟选美一样 三件事情 第一个 泳装亮相 为什么要泳装呢 要是告诉大家 你身上没有残缺 你该有的肌肉 你的身体很健康 你可以为大家服务多少年 因为我们当里长是四年一任 那我的意思 我当年我穿了短裤出来竞选 而且我绣的这个 这后面就是我的证件 我绣的全是运动 艺术各方面东西 那这个部分就是 你每天那个看到一个满身肌肉的男人 在这个地方穿梭 在那边拉票 到处在这边 这个交通药道的地方拉票 在拜票 那我就要告诉大家 我的形象是这样 我有这个身体的强壮健康 我能够带领大家 另外一个 我以身作则 我将来带着各位去运动 去从事这些艺术活动 艺术文化活动 那我在选美比赛会有什么 第一个就是泳装亮相 那我已经泳装亮相 第二个就是 就是才艺表演 你要会什么才艺 因为所谓文化艺术都是才艺 这边有飞行 风浪板 帆船 武术乃至于骑马射箭 戏曲 音乐等等 乃至雕塑 这上面全部都是一些 文化艺术的东西 也就是才艺的部分 我绣在这边 其他的三个人竞选 其他两个人没有证件 可是我落选了 那你就知道 选举并不能选出什么 什么选嫌语能辟呢 但全都是阴谋诡计 你只要多花钱 同样的选美大赛也是这样 第三个是什么 机制问答 人家认为说机制问答答 你问他说 现在那个 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 你有什么看法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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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长得漂亮 没有脑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 现在还有这回事 乌克兰是什么 俄罗斯是什么 他们两个干嘛要打仗 可能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是图有一个 图有一个 一张皮像 所以 设了这个 就是说 表示这个美女 是有智慧的 实际上这样 能测验出智慧来吗 我也很怀疑 因为 可能会有泄体 可能那个 也不算随机应变 但最重要的就是 你穿了那么高的高跟鞋 穿了泳装 你去游泳 不需要穿高跟鞋 你脱光了都可以 如果你真的会游泳 穿泳装不重要 他穿泳装的目的是 要露出来他的身体的身材 让大家看说 他身体是健康的 那健康的定义有很多种 比如说非洲女人吧 黑人